前几天中国女排公布了巴黎奥运会的名单 最终有13名球员入选 而此前备受关注的王于露 则是遗憾落选 引发巨大争议 其实在这份名单出来前 王于露已经在社媒隐隐透露 自己无缘巴黎奥运会 他还希望球迷不要去责怪主教练蔡斌 因为这份名单并不是主教练一人能够决定的 换言之 中国女排12加1奥运会名单 涉及到各方的利益 所以对于王于露来说 只能够留下遗憾 在这份名单出来之后 不少球迷为王于露打抱不平 认为王于露之前的努力付出化成了泡影 让他遭受很大的打击 另外一方面 很多球迷认为王于露的户口吃了大亏 随着这个事情不断发酵的情况下 就在最近有业内媒体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为王于露打抱不平 还批判了一些球迷 在王于露奥运背弃的风波持续发酵之后 有媒体人在社媒发表了一条动态 怒斥有些球迷太过双标 他说 之前王于露因为拿着北京的户口 遭到球迷的质疑 有些球迷当时还嘲讽王于露 是中国女排的关系户 是主教练蔡彬彬的爱徒 才得到很多出战世界大赛的机会 在这份奥运名单出来前 还有些球迷质疑 王于露有可能因为走后门 得到参加奥运会的机会 结果 现在巴黎奥运会的名单出来后 王于露无缘进入大名单 有些球迷又开始拿户口说的是 为王于露打抱不平 在这一位媒体人看来 这种做法真的可笑 他认为这些女排球迷过于双标 一开始质疑王于露 现在又为他打抱不平来回 来来回回都是这些极端的球迷 在搞事 无意让人非常无语 说实话 这位媒体人虽然言论有些偏激 但也确实说出了大实话 有些球迷根本不是真正关心中国女排 他们可能只是在宣泄自己的情绪而已 当然 从这一份名单来看 王于露被放弃 确实是挺遗憾的事情 因为从外界的舆论来看 王于露比另外两名球员 更应该得到这一次的机会 一个是丁霞 一个是正义心 丁霞在之前受到伤病的困扰 目前他的状态和实力 已经达不到巴黎奥运会的标准 除此之外 在之前的世界女排联赛比赛过程当中 丁霞的整体表现 并没有年轻二传手 徐晓婷和刁林于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中国女排教练组来说 倒不如让徐晓婷取代丁霞 到奥运会锻炼一下自己 将来完成接班 另外一方面 郑一新也是如此 在之前对战日本女排的一场比赛中 郑一新整体的表现一言难尽 这一次 他能得到巴黎奥运会的门票 自然让很多球迷大跌眼镜 不过考虑到如今名单已经出来 对于各位女排球迷来说 纠结太多没有用 只能期待中国女排 在接下来的奥运会取得好的表现